高雄柴山停车场一整排的机车椅垫上 都放了像是这样长长的树枝 让游客看了补萨萨 到底是有什么用途呢 原来这些树枝是为了要防猕猴 由于猴子平时会到机车上啃咬椅垫 甚至会撬开车厢 把里面的物品翻得乱七八糟 让登山的民众非常困扰 所以就地取材摆放物品防止猴袭 也成了当地的独特景象 一大清早登山客抵达山脚下 将车停拓传起装备 接着拾起大树枝就往椅座上一放 接连几台都如法炮制 形成独有奇特景象 而其实这都是当地防喉小妙招 人家要怕死 都知道人家看有东西 上次在凉亭那边 他把那个坐垫搬起来 把里面都食物拿出来 他可能有闻到那水果的味道 原来柴山的民众数量庞大 又到处逛大街 登山过程机车车厢一不胜 就会遭猴子撬开 就算清空车内食物也防不胜防 登山客邻机一动就地取材 又口耳相传才成了防喉小撇步 用这样他就不会了 也有人放那个石头他也不会 有时候他们会有什么 有一种拉绳子有没有 我也是会用啦 不仅数值方便好用也有人以安全帽或是绳索代替达到同样的效果 只是柴山本来就是猴子生活空间 机车摆放物品避免猴席财物受损同时减少正面冲突也是人猴最好的相处之道 谢谢铁环王秋轩高雄找不到 美国总统拜登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视讯峰会即将登场 但根据了解 美国跟台湾也将在华府举行资深官员对话 针对区域安全两岸关系还有军售进行讨论 主要是美台政治军事对话还有国防检讨会谈 金联采并会方式进行 这也是拜登任内首次举行 来看到我方出席的官员 包括有总统府副秘书长徐思杰 外交部次长曾厚仁 而美方内定国务院政军局助理国务卿 还有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参加 由于时间点就紧接在拜习会之后 也格外受到关注 美国议员访团日前来台低调进入国防部 拜会部长邱国正 谈的是台海局势议题 台美在国防的交流百认化 美东时间本周十六十七号 将在华府举行资深官员对话 主要是美台政治军事对话 还有国防检讨会谈 今年有别以往采并会方式进行 也是拜登政府任内首次举行 我方出席官员 包含总统府副秘书长徐思杰 外交部次长曾厚仁 国防部军政副部长博鸿辉 美方内定由国务院政军局助理国务卿路易斯 还有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参加 但举行时间点很敏感 紧接着在拜席会后登场 也让对方彼此了解 就是彼此对于区域环境 或对于说台海安全的一些观点跟看法 所以这个我想对于说台美促进 我们进一步的一个合作 都很好的一个现象 台美例行性重要对话管道 军事领域有蒙特瑞会谈 定位在国家战略层级对话 国防检讨会谈以国防安全为主 至于安全合作会谈聚焦在军售计划 非官方性质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 促进国防工业合作跟发展交流 外交的美台正式军事对话 还有台美高层会谈 都是奠定双方互动的基础 是他可能的会谈的内容 当然是包括区域安全 还有两岸的这种关系 还有台美之间的可能合作 当然也包括军事的这个采购作业 半席会将登场 美方已经向我方进行事前简报 美中两大巨头献上会面国安团队密切注意 记者 下面先生台北报道 疫情冲击也影响毕业生求职 劳动部8月中推史上首次青年巡职津贴 今年应届毕业生或是去年毕业一男 只要巡职期间完成指定的巡职步骤 每个月可领1万元的巡职津贴 最多3个月可领3.2万元 为此劳动部编列了32亿元的预算 不过计划开跑3个月了 只有4万多人申请 跟原先设定10万人的需求人数差很大 申请者抱怨 劳动部求职网职却很少 根本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工作 申请的步骤又很复杂 这个补助根本是看得到拿不到 受疫情冲击 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真的好难 为了协助年轻人顺利进入职场 劳动部推史上首次年轻巡职津贴 抓10万人有需求 编列32亿预算 每人最高可补助3.2万元 但活动从8月16号开始 申请人数却仅有4万2千多人 看来年轻人对劳动部帮忙 没何工作不怎么买单 认真想要找工作人 应该不需要透过劳动部的计划吧 应该自己心中要有个计划去找才对 我会有兴趣了解 因为跟社会的新鲜人 他可能对自己真的有兴趣 或是真的喜欢的东西也不太了解 对 而且就还有钱啊 然后又可以 等于是说有人早上去面试 想要申请补助没这么简单 要加入劳动部90天寻职计划 成为官方求职网会员 先完成评量或研习课程 才能领到2000元寻职津贴 接下来就必须提出两次主动求职记录 并参加就业辅导 才可领1万元津贴 自己找工作失利 劳动部会再主动推荐工作职缺 申请者必须尝试就业 才可再多领1万元 最多领满三个月 共3.2万 条件看起来很诱人 申请者却抱怨寻职指定动作复杂 难度很高 加上劳动部提供的职缺并不齐全 让他们兴趣缺缺 工作难找 想找到自己喜欢的更难 劳动部提供多元求职机会 能不能成功就业 最后还是得看自己 一届台北综合报道 最近不少民众到市场买菜 都觉得菜价好贵 夜菜类贵桑桑 尤其是同好 三天三种价格 从一斤80元涨到120元 青葱甚至一度飙到一斤400元 菜价在昨天稍稍平稳了些 农粮署回应 因为菜量增多 接下来价格将会逐渐平稳 挑选高丽菜民众选得很仔细 因为多一颗都很上荷包 一箱差不多在500块左右 之前都超过一千 现在有回稳到差不多有回到600块左右 菜价变化又在开小吃店的民众最有感 尝尝到传统市场买菜的主妇们更是苦哈哈 菜价三天三变 以主妇们点名的夜菜类批发价来说 同号批发价周六一公斤140元 周日稍稍下跌了些 但每公斤仍要119.3元 而青葱也从337元下降到319.4元 高丽菜部分则从每公斤18.4元 稍稍涨到19元 原因是产地有下雨 天气因素产量少 短期夜菜类价格高涨 不过农粮署强调 接下来高丽菜青葱产量出来 未来价格会趋于平稳 同号产量慢慢增加 但北部需求仍很大 同号是有涨有跌 大概是80块到100亿左右 因为同号比较贵 可以吃吃其他的小白菜 可以消费替代 行政院副院长也密集督导物价小组 周六扣澳相关官员 要加强物价平稳 尤其是重要的民生物资 价格波动在正常范围 但民众逛市场特别有感 菜都要吃不起了 记得成为黄卫才 台北报道 这些小型的洋服 看不出了 看不出了 这些洋服的洋服 还要做得完 这些洋服的洋服 在我转底下 在那里面 那里面